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呢 是有一點極大成的意味 因為前面幾週我們其實 陸陸續續介紹了幾個 所謂守門人底下一些必備的技巧 比如說溝通 比如說有一些求助的概念 怎麼樣能夠轉介等等 但都比較是單一性或者是片段式的 大家可能在討論上呢 比較沒有一個完整性 所以我們在今天這個主題上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在概念圖的位置 是在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知道說 所謂自殺的高風險者 他如果能夠促進他有求助的動機 那當然他得到醫療專業的幫忙 可能性就增加 那他的自殺風險就會相對降低 那同時同學學了很多保護因子對不對 那其中我想周遭的守門人 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今天就是要針對這個守門人的部分 大家比較完整的 比較連貫的 來思考守門人的角色跟功能 那像前幾週我剛剛講到 我們學習了溝通 學習了克服迷思 那也學習了求助的不容易的地方 求助其實基本上需要有行為動機 那它是一個歷程 從自我覺察到症狀辨識 事實上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求助那個議題上面 其實討論很多的點就是 一個人他要怎麼有所謂的病逝感 那但是不一定要有病逝感 一個人才能夠進入到醫療 事實上只要他能夠願意配合 那有願意改善自己的症狀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受 這些動機的啟發 那麼他就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所謂自殺風險的一個降低 那所以這個部分 主要先讓大家知道守門人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呢 我想我們會有一些的案例 那讓大家更清楚就是說 它的一個流程我想 我們大家後面的討論比較會是 你們可以用案例或者是說 在概念上你們會覺得說 在流程中會有哪些的困難 你們也可以有一些的討論 或者發問 今天的課程我看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打症狀辨識 證明守門人 在網路上Google會找到 各縣市都有衛生局的資訊 在這個網站上可以被找到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覺得滿有趣的是 我就把台南市的這個資料呢 把它摳出來了 大家看到台南 他們在證明守門人的這個網頁裡面 他提到了這一些的內容 最上面是基本的一個概念 就是告訴你要該什麼看待 所謂心理健康跟自家防治的一些技巧 那有一些的課程 那有猶豫症的共同照護 還有一些社區的課程 那其實滿多部分都是在做 所謂教育宣導 因為希望說更多的大眾知道說 在什麼叫做真愛生命守門人 那從衛生局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什麼 真愛生命社區藥局 真愛生命店家 那大家可能就可以去思考 哪些人適合在這個 所謂守門人的位置上 他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像我們常舉的例子 為什麼店家賣木炭的 或者是賣這個藥局 藥局的藥師都是守門人 那在台灣其實大概已經陸續續有四五個縣市 他們都已經是採取這個 所謂木炭不上架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政策的施行 他要有長期的效益 是需要經過長期的觀察 但短期的效益在新北市呢 有實證的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確實在短期內 如果有政策來限制民眾不要那麼容易取得木炭 什麼叫木炭不上架你知道嗎 這個大概是104 105那時候的一個政策 那你到賣場如果要買的話 可能不是直接拿了就走 那你可能需要經過登記 而且木炭是鎖起來的 當然這個政策要達到全縣都有這樣的做法 當然這需要一些努力 像某些縣市呢 他們也需要去統計 像衛生局要統計全縣 比如說150多家的販賣這個木炭的電商 有一些是鎖馬點 那鎖馬點他就也必須要跟他來溝通 怎麼樣能夠做到這個木炭的安全上架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滿有趣的就是這個守門人的議題 其實現在根據我們自殺防治法 他也是一個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同學要了解就是 除了我們現在課堂在講 人人都是真愛生命守門人 他在各個社會的機關團體組織 其實大家都需要去關注 也需要希望教育訓練是能夠宣導到更多的 這個大眾的心裡 那當然守門人你們這週學習了滿多課前的教材 也了解他的一些步驟 譬如說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一些步驟 一二三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了解到他當然一開始 最開始的那個敏感度最重要 所以這邊我特別把這個自殺徵兆再次的提醒大家 像常常我們看到說在譬如說 以這個農藥行來講 很多的農藥商有一些看似不是農民 但是他去買農藥 那老闆一問他又支支吾吾的講不出說 他為什麼要來買農藥 那這樣的一個情境就很需要我們辨識這所謂的什麼 自殺徵兆 他有沒有一些緊張的情緒 或者是痛苦的低落的一些表情 他的一些非言語的真相 那他口頭講出來的話 這些我想都是在我們溝通的正常課 大家可以理解的 農藥行老闆的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很難去直接問他有沒有自殺計畫 當然也還是要看彼此的關係 因為搞不好他們是熟識的朋友 你也還是可以問一下 從前面的生活的關懷 怎麼會想要來買農藥呢 你買這個農藥要做什麼呢 那如果說發現他有任何異狀 或許也可以再進一步問下去 最近看起來好像蠻難過的 怎麼了嗎 類似像這些問題其實可以進一步再問下去 那很可能他會告訴你覺得 活得很無奈很痛苦之類的 那所以辨識有沒有自殺的一些風險性 不一定是要問到計畫 他可能是一些意念表達 或者間接的一些陳述都很重要 那突然托付重要事物我想這個也是很基本的 一個敏感度的培養 所以我想守門人其實你們前面 已經學到非常多的內容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怎麼樣能夠實際的去發揮 所謂守門人的一些功能 那我想先舉兩個例子 讓大家來稍微想一想 這個情境裡面哪些人是守門人 然後守門人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第一個例子是一個機警的女大生 關心的對象是一個85歲的郭老太太 那我們知道其實老人在我們台灣社會 跟全世界都一樣 他是最高風險的這個自殺死亡的對象 所以我們要比較關注就是說 這個族群裡面是不是有多重的危險因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沒有表達 那這個情境裡面我們知道說 這個阿婆呢他前一個月才老公剛過世 然後小孩子沒有說很關心他 而且最近這個阿婆又發現有生理的問題 就是12公分的腫瘤 那這個小吳呢非常關心這個阿婆 因為他受招沒有人關心他 所以他會陪他散步陪他聊天 然後某一天呢他就聽到這個阿婆跟他講了 就是說之前老公有跟他講過 可以用這個芭拉藝就可以到天上團聚了 他這麼想著就說 或許我用這個方式就可以跟老公團聚了 後來這個小吳呢就還蠻積極的 我想以這個例子來看 你們可以發現說 小吳的一個角色 他蠻積極主動的 如果說他們不是直接有親屬關係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想就是反映出一些基本的態度的問題 那小吳他懂得持續關懷 因為後續他一直陪著這個阿婆呢進到了醫療 整個的歷程當中 我想是因為小吳他懂得去辨識說 這個老太太他有多重的這些危險性 而且聽起來都蠻危險的 尤其是什麼農藥嘛 那老太太的芭拉藝會從哪裡來 不知道 所以如果說你們聽到說對方講 有這樣的一個明確的方法 他已經提出來了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所謂的自殺的計畫 那你們要有那個敏感度 懂得去辨識 懂得關注他就醫的必要性 因為最近有家人過世 然後又有自殺的明確的計畫 然後加上他有腫瘤 當然有腫瘤本身不是必要的條件 但是因為他整個狀態看起來是非常suicidal 就是他整個風險性蠻高的 那進一步你也可以再去問說 那婆婆你最近你有想要怎麼做 你說你剛剛說那個芭拉藝的部分 你想要怎麼做嗎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明天就是我先生的忌日 我想就是明天了 那同學請問一下 你此時此刻要做什麼 陪伴著阿婆陪她睡覺是不是 ok 那你真的是 還有除了陪她陪伴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同學很關心 確實是覺得阿婆滿危險的 不要讓她有那個行動的可能性 還有沒有別的 假使呢我們知道這個阿婆 她以前也曾經有過憂鬱症 然後她只是中斷醫療很久了 然後最近真的情緒又很低落 這時候小吳懂得用心情溫度計 稍微問了一下 哇這個阿婆簡直就是發高燒 而且高燒不退 其實也不是只有今天 之前你也問過了 發現阿婆就是又睡不好 然後整個焦慮的情緒緊張不安也都很嚴重 那這個在我們老人族群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不少見的 那所以面對這些情況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講基本功嘛 早期就醫對不對 那更何況她已經講了明天要做 那可能今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帶她去精神科回診 如果她已經看過精神科 那如果沒有看過那可以先從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不知道怎麼跟醫療連結 那至少也可以跟衛生局 或者是跟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可以打電話問問看 我想現在的資源其實滿多 還包括1925 不過1925它是一個傾聽跟資源的一個連結的一個專線 它是一個諮詢專線 或許也可以問問看 那這些我想是多重的資源都需要什麼人 有一些的理解 那第二個例子是持續關懷的高中同儕守門人 這個情境我是希望說讓大家理解 在學生族群同樣是敏感度跟實際的作為的一個重要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應應一個 你周遭的一個好朋友有這樣的狀況 守門人是老張啦 老張是阿虹的好朋友 那阿虹他呢就是有一些的求學上面不順利的狀況 那現在是念醫學系 那阿虹他有很多的一些壓力 因為憂鬱症他有在看醫生也有在吃藥 那但是後來開學了 這個交女朋友好像讓他覺得自己變好了 所以他覺得不需要再服藥 但是他也有跟醫師討論 那討論完醫師也指示他 那我們就逐步的來逐步停藥那觀察 那但是近期呢這個老張發現是在IG 網路上面發現他的一些動態 蠻多的負面的一個訊息 朋友的關心他都是覺得沒事啦 大概是這樣子 生怕他想不開那老張呢 也毫不放棄的持續繼續跟他聯繫 offering self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技巧 就是讓他知道我隨時都會在 那你有什麼問題可以讓我知道 後來就有一個突發的壓力 就是分手之後 那這個躁鬱症的復發已經回整了 但是這個感情的議題呢 還是讓阿虹呢非常的不穩定 那所以像這個部分 因為阿虹他後來的這個改變 其實對於這個就義的部分 阿虹其實是有猶豫的 但是我想老張持續的去陪伴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陪伴他就醫 那之後呢讓這個阿虹 又再度的連結到了醫療 我想青少年的例子 特別是已經有在就醫的 因為這個市場同學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說老師他已經有在吃藥了 那我能做什麼 那我想什麼人大概有不同的 會因應對方不同的一些狀態 基本的原則我想很簡單 這是不變的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關懷以及生活上 我們可以去陪伴他的一些情境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去營造的 那針對一些比較困難的 像是阿虹這樣的狀況 他因為有診斷造育症 那你發現心情溫度計可能一涼 他也有滿發高燒的情況 而且也是波動的 他可能以前確實比較好的時候 他就是都大概是在五分以下 但是最近又很高分 所以我想面對這個情境呢 提醒大家的是什麼人 除了基本功以外 你們要注意的一些有關這個對方 他的狀態他是屬於有過所謂這個 躁鬱症的一個同學 那這樣的狀況我們就 比較需要去知道說 那醫療專業對他的協助 是不是持續性的 那因為很多人會反對藥物這件事情 首先可能要克服什麼人自己 對於精神科以及精神科藥物的一個污名 跟排斥 所以在座同學可以朝這個方向 當然要思考一下就是 他的這個藥物跟他的醫療連結 你能夠持續主動的去關懷 我想是很不容易的 這一點可以做到 那持續我們發現他的疾病 有沒有一些復發的徵兆 建立醫療的信任連結 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個專業的守門人 你懂得怎麼樣去發現徵兆 以及建立連結 特別是最後一點 這個就是有上過課跟沒有上過課 沒有最大的區別 那同時同學也知道說 那個污名化 這樣的議題我們必須 自己要省思 因為這個部分 當這個阿虹的父母也反對他 去就醫或吃藥 那這個情況我也有遇過 過去也是有同學來問我說 老師他爸媽不讓他去看醫生 那我怎麼辦 那身為好朋友我想 這個部分 加持你們都已經是成年了 那當然這部分我們就是 試著要跟父母來做溝通 那所以不管老張或阿虹 我想這個議題是都需要 也需要逐漸的去做溝通跟克服的 所以除了基本功之外 我想進級的技巧 在這邊就是提醒大家 有一些比較複雜跟風險的狀態 我們可以去做了一些區隔 那我們做了區隔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怎麼做 所以這張是我最近整理出來 就是面對一些比較困難的狀態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我大概分成ABC3的等級 那個阿虹就是在C的等級 假使他失戀了 然後他最近有很清楚告訴你說 我覺得回下去沒什麼意思了 沒有人 這世界上沒有人會再愛我了 那這可能是在C的這個等級 是最高風險的時候要很注意 這時候我們除了前面這幾個 大家都很熟悉的關懷、情緒支持、心情溫度、評估 增加了求助跟求醫的動機之外 之外我想很重要的還是在於說 聖門人不放棄的精神 然後持續的鼓勵他 可以跟醫師來討論最近的狀態 而且是要早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聖門人已經知道 對方可能有這些的風險 可是我們可能都會直覺的認為說 他應該不會發生吧 但我們曾經有談過有關計畫型跟衝動型的自殺 我們可能有簡單提到過這兩個類型 事實上這兩個類型不管怎麼樣 如果我們可以早一點的去降低一些 我們可以掌控的危險因子 譬如說他的這個自我控制 疾病的自我控制這部分 又譬如說可能是他面對自己情緒 去讓他不舒服有沒有一些所謂可以幫助他緩解 跟放鬆的技巧 那我想這些其實都對於高風險的個案 是很重要的一些早期預防的一些技巧 那如果你的這些都懂的話 那最後困難個案的話要懂得怎麼轉介 而且溝通那個部分 那那個boundary是指說 特別是有些什麼人覺得說 我自己的情緒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我同學一天大晚告訴我說他活不下去 我每次看到他的IG我就覺得心情很低落 我都會被他牽連 那這時候你也要很小心 當然那個所謂的boundary的議題是在於說 你可以適度的陪伴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是專業的連結 有沒有早一點的介入 那因為很多的問題其實都需要透過專業 而不是我們透過陪伴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提醒大家 當你覺得困擾的 當你覺得有受到影響 那也說我們自己也需要運用一些 我們這堂課所上到或者是說一般很多的這種 放鬆技巧以及壓力管理的技巧來 協助我們克服我們自己的情緒問題 那但是同時面對我們所要幫助的人 那我們就要學習怎麼樣能夠有一個 比較合適的引導跟適度的支持 不要忘記那個情緒支持在三個層次都有 就是強調大家如果還記得 情緒支持我們在這堂課溝通那一節 我們就很強調這個技巧 那所以A跟B的等級我想是不同的程度 就是A跟B他同時都沒有診斷 但是他有一些明顯的情緒問題 或者憂鬱的症狀 或者甚至是已經有自殺的行為 像B 那我想這個也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其中這個我想強調一下中央的自殺通報 因為現在根據我們衛生福利部 最新的一個政策是人人都可以通報自殺的行為 那他的精神是在於說周遭的人能夠早期的被辨識 早期的被衛生單位所介入關懷這樣子 就是衛生單位可以早一點的派人來關心這個個案 有沒有需要一些資源的連結 包括一些社政的 衛政的 或者其他醫療等等 所以這個我想是一個滿重要的提醒 就是自殺行為的一些處遇 自殺通報在第三個等級應該也有 我這邊沒有列進去 Generally就是一般原則我想大家已經學到非常多 那剛剛是透過兩個例子讓大家了解 流程 那在統整上面來講就是這個是針對青少年 我們看這個是我自己整理 大概有三個滿重要的面向大家值得去思考 如果今天求助者是一個青少年 當然不是只有透過單一面向的一個介入 因為我們講鎖門人事實上在教育這一塊可以發揮一些功能 在醫療也很重要 醫療也有醫療的守門人 那媒體這部分它的影響層級更廣 所以大概掌握了這幾個面向我想是滿重要的一些部分 其次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比較是小數族群 或者說像類似LGBT這種就是多元性別族群的個案 我們怎麼樣能夠運用這個三級的策略來幫助它 那基本上鎖門人也是在一個全面性的策略裡面 佔最重要的角色 全面性顧名思義就是全部 所以這個在教材裡面你們應該都有看到相關的內容 所以我只是提點就是 不管是小數族群或者是一般的自殺高風險者 我們事實上都可以運用三級的這個自殺防治的概念來協助他們 能夠得到多重的一些保護作用 那這個最後是一二三的這個提醒 因為教材裡面你們會看到有關它的細節 那我想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我們要在那個自殺行為發生之前 可以有機會讓我們多一點的保護介入 那少一點的風險發酵 因為它其實我們剛剛講衝動性 以最近的媒體揭露的一些案例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可能是青少年跳樓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跟譬如說霸凌或者感情的議題 或者有一些是媒體沒有報導出來的事件 那可能原因不明 但是我們知道說它還是跟多重的一些因素可能有關 所以那個預防我想應該是在早期我們可以去辨識不同的這些因子 那可以透過一問二應跟三轉介 可以早一點的把資源做一個連結 那最後這個是心庭助教跟我討論之後加進來的一張 想心庭滿好的是把它的一些經驗也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那我看過之後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呼應我剛剛所講的就是守門人基本上自我照顧其實很重要 因為要避免我們自己情緒受到一些影響 那避免我們自己處在困擾的一個情境 我想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清楚我能做什麼 那那個所謂的界線並不是告訴你們說 你們就是一定要跟這個個案好像切一個很清楚的界線 不是喔 這個界線只是我們要了解說我們可以幫助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有一些我們能力無法去達到的我想這個時候一定要求援 尋求奧援是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熟門人的概念 那同時我想重要的是所謂的援助在哪裡 大家知道說有一些自殺防治中心可以打電話 像最近我們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也跟著這個李教授也在討論說 怎麼樣能夠去因應這些來電者的需求 事實上確實民眾他可能有多重的求助的管道 那我想身為一個守門人當然你還是可以尋求不同的管道 因為現在的這個資源其實蠻分散蠻細的 像譬如說男性有男性關懷專線 那家暴有家暴的這個負幼專線113等等 這些的資源我想還是可以廣泛的去搜尋跟連結 那蠻重要的是守門人這邊提到的自我的一些放鬆練習 自我的覺察 那怎麼樣是一個快樂的助人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終的期許 是我們在守門人這個角色上面呢可以做到的 那麼我們都在做善事 一定應該是越來越快樂 所以不要讓自己陷入這個越來越憂鬱的一個困境 好那大概這是以上 像我今天的提點 今天的內容其實大概重點大概就是不多 不過我想是如果就案例或者是就你們課前閱讀 你們有一些的延伸 我想就等一下會期待你們的一些問題的討論跟提出 在我們討論前我想也請李教授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政策是在李教授早期在台灣開創的 所以吳老師講得滿清楚 大概簡單大概三個人 因為自殺是不分族群不分年齡者 人人都可能是有自殺的可能性 在這個樣討論過包括醫師甚至精神科醫師 所以很重要的到全世界到目前為止來講 但這被證明 被證明說整體性的運作 對製造房子最有效率的就是守門人的一個 strategy 守門人雖然它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當然古代都會講守望相助 這代表人跟人之間的關懷 因為自殺最後他很多原因 但是壓倒駱駝的罪跟稻草 往而是一件事情或一句話 讓他刺激想到我活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失去connection 失去連結 所以人跟人的溝通跟關懷很重要 那我老師剛剛提了那麼多的方法裡面 實際上守門人的訓練不是為了你去幫忙別人而已 他就期待透過你守門人的疑問二應三轉見 那要幹嘛 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先訓練自己身心健康的守門人 對吧 你要跳出來 當你很不舒服的時候睡不著覺的時候 或者是跟朋友 男朋友分手很不開心 或跟爸爸媽媽衝突的時候 相當不舒服的人跳出來 想像另外一個人 你也可以想是阿吳嘉宇教授 在旁邊看著李彬彬這樣 自我自我而為的女士 來鑑定自己 那方法也是同樣疑問二應三轉見 這樣傾聽自己頭痛 喉嚨痛 胸部緊 憂鬱 也算傾聽還是一問 那二應同樣 你要同理自己的情況 同理人際衝突的時候別人怎麼樣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大概熟韌的訓練到後來 他會越來越成熟 終點就是因為他學會的那個技巧 最後你會應用到自己身上 那熟韌的技巧 第一 比較困難的 第一點 一問二應三轉見 是不是全都要做完 倒不一定 但是三部局三階段 但是有一些很輕微的 譬如剛好跟男朋友吵人家很生氣 幾乎吃不下飯 你只要一問二應那個問完可能就解決了 那雖然是用問 因為國外的話 我們講Gap Keeper 他的口訣 我們完成一問二應三轉見 雖然他的原文是在講APR 就像我們講說 我們的心要護身術一樣 你在平時的階段 我們要給你搶救 做心會的護身術一樣 就我們有QPR QR query 問 或者是APR asking P就是你不要聽到有負面的想法 你就突然就離開不敢去問他 你要勇於去Persway的 要進一步去理解他 讓他講得更多 這是我們的回應 那去應的話就是同理性 為基礎 最後才是R Report 所以它是三部局整在一起 那最嚴重的時候 你就別人直接要Report出去 所以APR這種守門人的概念出來 就是說當一群人 他最常接觸到 自殺的高危險群的時候 必備的技巧 對吧 譬如說癌症的病人 等等等等很多 但現在我們要把它推到說 人人手腕相助 所以又回到人跟人相處 我們三大核心價值 守門人的第一個 你要秉持關懷的一個態度 那第二個守門人你要落實 一問而引三轉介 你勢必要有一些 因為每一個守門人都有一個概念 我們現在談的是健康 跟自殺的守門人 所以那個專業的知識 你不是要講專業人才 但有關你要守門人的那個任務 對象的這個知識就很重要 所以又回到專業知識 那第三個 當一個守門人最重要的要問題 要問自己 是品質跟安全的問題 我這樣跟他談了三十分鐘 我要離開了 我當守門人他安全嗎 還是我要陪伴他去哪裡比較安全 所以品質跟安全就很重要 那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警察同仁派出所 我們訓得很好 每一個人都有愛心 因為你說守門人 結果有一天一個警察都發現 停車場 那汽車好像停在那邊很久都沒動 我去看了 就發現一個太太 四十幾歲的太太帶了小孩 真的要稍談 後來他就跟他陪伴他聊 聊了四十分鐘以後 我就一問 他把他跟先生的相處的困難 就宣洩了 帶小孩多困難 就講了一面講 他一面哭 他也跟他同理了 到後來 完了以後 他忘了 那個APR最後一問二陰三轉線 他看這不錯 好啊 你要 怎麼怎麼 就給他鼓勵了一番 他就開車離開了 我們的自殺是衝動 但原因是持續的 所以他當下就很重要 但最後一招 一問二陰三轉線 他弄掉了 所以這個婦人 開車就往山崖去了 又開到山崖底下 就死掉了 我就變成兩個 我就過世 這個警察現在看到 哇這個新聞以後 變成他會難過 憂鬱 他講 明明我跟他談得好好的 為什麼他會自殺呢 我說永遠要記得 關懷為基礎 那你當守門人 一定要有知識的背景 再來 你跟他談完話 要小心安全 我們也看過大學的教授 談研究生 覺得研究室都要碰毒氣 每個學生跟他相處都不好 最後那個教授就跟他約談了 在談了六七個鐘頭 很熱心肯談一番 談到後來 到回宿舍又在勾緊自殺 而且這個意思是什麼 松任的概念 他不是每一個人 人家做轉介或會談 你碰他的高危險群 務必有人家記得 那個品質安全 雖然派出所的先生說 我跟你談到這裡 你覺得怎麼樣 很好啊 不錯又好一點了 但是聽起來 你跟先生的問題 帶領小孩的問題 不是馬上可以解決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開著警車 推著你 在台大醫院急診處 去評估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正在燒傷自殺 是已經危險 因死裡面的最高危險群 我雖然現今都有看 也是一下子看起來很開心 但這是一時的反應 所以 關懷 專業 跟品質安全 永遠我們自問自答 那萬一不安全 就陪伴 你不行 Ritch out 你就要打電話 請求奧運 一起來關心他 我這樣補充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聽得更清楚 所以守門人是大家都有 那為什麼守門人要訓練 因為守門人的訓練最難的是第一個 APR 那APR裡面的問 問聽起來是簡單 但是APR我們常常講 ASK Model ASK模式 那個ASK是ASK 那A是什麼 那個A是Attitude 吳老師從頭我們上課上面 現在在這裡強調是要溝通 要歸語言的神情 那個坦的A是Attitude 你一戶關注 講話講得少 聽得多 讓他覺得你的Attitude 真的 是在關懷他 知識前景 找說話 多聽 所以我特別補充是 因為我們講 一問二音三水 同學常常會忘了 等一下在練習 我都一直問問題 一直問問題 問他我就很無聊 就忘了 一問二音三水 就是要問他 就是透過聽 厘清來問 是ASK Model 那個模式裡面第一個A 我談到就是Attitude 一定要有 第二個S是什麼 Secure 技術 溝通的技巧 上次已經提過了 另外要如何應用 心情溫度計這個技巧 來當作評量 他的情緒有沒有發燒 萬一有了以後 就變成要轉介 所以ASK Model裡面的 最基礎的 是K 就是一個K 是 Knowledge 那我常常講說 我們這堂課 我們同學畢業 修完以後 是全台灣守門人 教育訓練裡面 48個鐘頭 最長的 所以你們的 Knowledge 也最長 Knowledge 也最廣 為什麼 他從自殺的危險 到心理性 跟促進的原則都學會 是不是大概 吳老師講的蠻好的 等一下為了方便討論 我就跟同學再提到 Always 你等一下考慮的話 就先從關懷為基礎 專業的知識當核心 但守門人的概念 當他要離開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 我這樣做 我這樣走了以後 安全嗎 他又開心嗎 平時 三大核心 那就發揮 要永遠積極聆聽 來取代一系列的連環炮一樣的 一直問他 最後我要跟各位同學分享 我們會把自殺的議題當作很敏感 大家要去問 但是自殺的人最討厭一群人 因為自殺 一起來問他自殺的問題 包括教授一樣 這個病人的教授跟人家講 想自殺 他一來問 開始問你想多久了 有沒有防垮 還是準備怎麼樣 我們的青少爺就不要說話 我說我心情不好才自殺 到底是關心我的自殺 還在關心我的情緒問題 這很簡單 雖然是林教授 但是人太聰明了 馬上就知道答案 重慾症 我開始在問你自殺評估 他忘了問說 這個人是個人 他有情緒困擾 因為自殺不是要結束生命 他就要結束痛苦 所以同學也會記得的話 自殺人他就要結束他的痛苦 不是要結束生命 要結束痛苦 那是痛苦的病人 就是心情溫度計 所以大家同學等一下 守門的一個互動宣傳 不要忘了 我學過很多次心情溫度計 要正合在你那邊談裡面 那簡單補充 我和你同學討論以後 還有一個問題 最後我還會再參加 謝謝 好 謝謝李教授的提醒 我想剛剛想到那個 正在燒炭的婦人 她後來開車到那個山裡 然後警察沒有能夠去 成功的阻卻 我想那個最後一步就是 剛剛李教授講的安全 我特別把它寫下來 因為回到我剛才問你們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老太太告訴你 明天是她先生過世一周年 她已經準備好巴拉藝了 那請問你這時候要做什麼 我剛剛是問你們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最重要 就是要阻卻 那個明天可能發生的行為 所以其實是可以善用醫療 除了可以去門診之外 事實上急診是可運用的 剛剛那個情境其實特別提到說 警察如果陪伴這個個案去到急診 那同樣道理 如果危急 你已經很明確知道可能發生 當然急診她當下看到 這個老婦人沒有什麼這個商級法夫 她可能會在急診那邊有一些的照會 比如說精神科會在急診有一些照會的機制 那這時候一樣會有專業的介入 所以我想是從急診得到這樣的一些專業幫忙 那我剛剛特別有把李教授所指示的這些過去很重要的知識也寫在黑板上 那大家可以再做一些深入的探討 那如果有什麼在細節上有問題 我們可以等一下再討論 好 那我想我們就先說明到這邊好不好 今天說明稍微深入一點 那希望有助於等一下大家的一些討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